2月2日晚,刘更宏晒出了一家五口,和无尊一家四口一起过春节的画面 无尊是文来人,而刘更宏之前定居在台湾 在去年两家人都一起来到了大陆 又是昔日一起录制过爸爸去哪儿的小伙伴 所以身在衣箱里就格外亲近 合照中,无尊穿着浅色上衣,戴着棒球帽,少年感十足 妻子林丽莹坐在凳子上,几十年来一直都是这个发型 温柔端庄很淑女 两人完全看不出来都已经42岁 看起来顶多也就只有30来岁 49岁的刘更宏,看起来也颇为年轻 往往非笑眼弯弯,也保持着少女的可爱 这两对夫妻都非常喜欢健身 而且坚持了十几二十年的规律运动 所以他们才能保持现在这样的年轻状态 非常富有正能量 从这么白这么炒亮的装修来看 就知道是刘更宏在上海租住的豪宅 因为人太多,所以坐在超长桌子上进餐 菜不多,但是都非常大碗 无尊和女儿站在了最末尾 奶奶穿着一身小粉红 身高已经到了无尊的肩膀位置 是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小泡芙坐在爸爸的身后 开心地比着剪刀手,剔伞着长发 可以说是等比例长大 还是一样的灵动可爱 Max和妈妈紧挨在一起 目光斜视镜头十分俏皮 这么一看,Max长得还是很像妈妈的 在此之前,阮盈盈也分享过聚会照 不过是在饭店里吃喝 各对夫妻都分开来做 虽然邹世明也参加过爸爸去哪儿,但其实和无尊刘更红并不是同一期 只不过目前都住在上海,所以就走得比较近 去年11月,无尊带着老婆孩子从文莱来到中国 并且接受了为期两周的隔离 虽然不能出门,但是一家四口能够在一起 让他觉得很幸福 出关后,他便和陈小春刘更红一起聚会 爸爸去哪儿的孩子们也都重新聚在了一起 只是少了恩亨、小山竹 后来大家又一起出去玩 有路人偶遇称像是在录制综艺时的 十分热闹 无尊的事业就在中国 他现在几乎把中国当作自己的第二个家 今年他第一次和家人在中国过春节 和乐融融 大年初一那天 还是无尊和林立银相面26年纪念日 试问人的一生有几个26年呢 说明二人十分长情 无尊还打算让孩子们在中国继续读书 而且他连学校都去看过了 希望孩子们都能拥有锦绣前程